现在的中国人在医药卫生和健康方面还有很多人患有愚昧病 下面就个人在行医过程中所见的愚昧病情况列举如下 一、取消中医 一百多年来一直有些人认为中医不科学,鼓吹要取消中医 表面上看要不就是井底直挖的鼓噪,要不就是别有用心的喧哗 实际上都是愚昧的,诚然由于中国人粗放,不愿刨根究底,保守等原因 中医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中药服用还不方便,试口性也差 但是中医就是比木匠,石匠更高精,有系统理论的传统技艺 木匠,石匠相对简单而已 你能说木匠,石匠不科学而取消掉吗? 前几天,我一个同学长期患支气管哮喘,已经转变为慢组肺 他特意跑到省城大医院的呼吸科 花了一千多元检查,专家只给他开了六瓶安茶检 对他说,西医对这个病没有办法 中医治疗效果很好,回去用中医中药治疗吧 这个西医专家很开明 在我们福州,要清晨二一四点钟就排队挂号的只有二个医中医院的中医专家 二,纯中医 一个人被打倒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在清浩素,清黄散,单身低丸都已经走向世界医药舞台的今天 有些中医人自食技术好 求医者众多,就搞纯中医 这是非常错误的 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愚昧 不进则退 中医的逐步萎缩就是因为很多中医人沾沾自喜 固步自封等原因 没有与时俱进,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导致的 也许他会说这是个人的自由 但是中医人别忘了 中医的发展要靠每一个中医人不断探索 实践,创新和完善 少一个人就少一份力量 不错,中医人首先要中医行 但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中医应该展开胸怀 广泛吸收现代社会 包括现代医学的一切精华 发扬,壮大自己 一百多年前 名医张希蠢就在探索中医现代化的问题 他治病时就采用了很多西药 我治疗的胆回合剂也是才中医的回虫预心则服 预苦则安,预酸则退之理 取西医左旋咪做蛆虫 APC和VC酸苦胺虫之药 治疗胆到回虫症一般只要服药即可通质而育 极少数的才需要服药两次 很少打针,更不用说输液 很多时候中医采用西医的检查结果 进行辨证辨病治疗则更为准确有效 中医药制成片剂,胶囊,低丸,注射剂 都为中医药传承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因此中医药只有与时俱进 真正能防治,解除人们的病痛 就不怕一些人说三道四 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 三,重读书清身体 有位名人说,知识就是力量 中国人对知识的重视已经超过了自己的身体 我们经常看到,连三一六岁儿童病了都要先上动儿园 放学后再看病,更不用说上小学 中学,高中的学生了 由于中读书清身体,判命苦读,不注意眼保健 造成青少年近视研发病率越来越高 不注意锻炼身体,体质越来越差 反复呼吸道感染,慢性鼻炎,慢性咽喉炎,慢性肺肠炎等疾病的学生经常可见 中国人重知识轻身体更典型的表现是在农村 六,七十年代同为赤脚的老师,医师 赤脚老师转正了,赤脚医师确实孤苦挣扎 一个最浅显的道理都不明白 身体没有了,力量从何而来?知识有什么用? 四,不重视防病保养 这是中国人重视情绪的表现 前几天,邻居家白酒 酒吧回家时正好碰上同村的一位70多岁的老人 我对他说,我们卫生服务站正在搞免费体检 你也来体检吧,他却回答我 不来,糊里糊涂过还更轻松 体检查出这里是病,那里是病来还更绿人 活一年算一年,看着那些越是吃香的单位 那里的老人就越多是代谢综合征的患者 我都为成天以下馆子吃香喝辣为荣的人感到惋惜 更有甚者,明明查出高血压或者糖尿病或者痛风 还是照吃不误,更不用药 前几年,我对一个高血压患者说 你不要再那样喝酒吃肉了 还要定期量血压,吃药啊 他却不以为然地说 反正年过花甲了,死了拉倒,我说 到时候你不是死的问题 而是破财,还要害人害己啊 二年多以后果然脑出血,到医院抢救 花了几万元,现在还是近处拄着拐杖走 200米以上就要坐三轮车 他谈起此事就后悔不已 饮食有节是中医防治疾病 保养身体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医药在防治代谢综合征方面的各个阶段 都有很好的疗效 尤其是在后期的调理方面有独特优势 比如脑出血,脑梗塞,关心病的心动过素 心动过缓等等都有很好的疗效 五,心性浮躁 中国人沉浸,四平八稳 但是看起病来却非常性急,急功近利 即使是感冒发热,都会焦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 巴不得立刻就退烧,就好病 其实,发热是人体的一种防御反应 强行退热反而会降低人体质抗力 延长病程,而且退热药对位 肠、肾等器官都有损害 但是很多人任凭医生怎么解释 就是不听,怕烧坏了大脑,烧起了肺炎 还有不少人生病就医时 更是要求医生用好药 好的越快越好,所以临床上能够迅速控制症状 治愈疾病的医生,不管手段如何,费用多少 他的病人都特别多 这也刺激着医生滥用激素 上输液,开好药,高荡药 因为激素可以抗炎,迅速退热,控制症状 而上输液,开好药,用高荡药则利润也高 病情也控制得快,医生乐意,患者满意 真是双赢啊,可是却迎出了滥用激素 输液为世界第一 研制生产的新药赶不上临床应用 出现超级细菌 到时候将出现无药可用的局面等弊端 我经常看到很多人,尤其是小孩感冒发烧后 因为滥用激素 退烧药,高荡药,而体质预质预须 一年感冒四次以上的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儿童 已经占儿童总数的15%以上 十天半个月就感冒的儿童也很常见 尤其是那该死的抗生素 你用了好的,下次用一般的就没有用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因为西药引起毒副反应更是非常常见 有的甚至因药而亡 中医药不仅调治慢性病 压健康状态有显著疗效 而且对很多急性病也有迅速而很好的疗效 尤其是治疗感冒发烧,退烧平稳 而且没有毒副作用 对西医疗效差的感冒后咳嗽 和小孩顽固性的喘息性支气管炎 反复呼吸道感染都有很好很快的疗效 我既有患感冒,未常等常见病的患者 他从不用吸药,指服中药或中程药 他就患病较少 更有因为用多了西药 后来用西药治疗难以取效的慢性鼻炎 慢性咽喉炎等患者服用中药治愈后 患其他疾病都不再愿用西药 而是采用中药或中程药治疗了 六,贪大求疡 中国人爱面子 有点钱就要表现出来 在奢侈品消费方面这样 在医药消费方面也同样 不该要买几十元 甚至一百多元,几百元一瓶的 只要你名字取得好 内容吹得天花乱坠 包装豪华气派 广告或者导购 说得神说得真就有市场 只要不出问题 没有效果不要紧 有效果就更有市场 至于投入收益笔 很多人不知道 当然很少有人去算 虽然现在中药涨价很多 但是中药或者中程药 调理人体疾病或者压健康状态 既有成本优势 也有品种多 选择余地大的优势 在医生的指导下更有效果显著的优势 七,自扫门浅血 中国人重家庭 亲团队 不管他人瓦上双 以至于各个行业都只管放毒害别人 不想到害来害去都是害自己 饲料里面加激素 抗生素等 蔬菜打农药后就拿来卖 米粉 年糕 用陈米 甚至是没变的米加工 饭店用地沟又炒菜 牛奶里面缠三禽醇岸 药品浇囊 用废旧皮鞋制 生产饲料的人不吃肉 不喝奶 不吃药吗 卖菜的可以吃不打农药的菜 甚至不进饭店 但是不吃肉 不喝牛奶 不吃药吗 正因为现在毒物泛滥 人们的体质越来越差 疾病越来越多 癌症发病率不断上升 因幼儿就长结实 性早熟 中国愚昧病人较多 还有很多 与医学没有关联的愚昧病人 难怪孙中山 鲁迅会七一从症或从闻 我无能成为良相或闻人 但愿做好医生 减治一些愚昧病 好一个算一个 也算尽心尽力了